Hello,大家好,我是Samson,歡迎來到Tekicadia 剛剛Glorious推出了一隻新的Mouse 都挺特別的 應該今天已經有得預訂或者已經有得買 我也有一隻在手上 就是這隻Glorious的Model I 一隻全新的Mouse,完全不同的形狀 我現在拍攝的時候沒有任何特別的資料 只是只有一幅圖,都是Glorious官方放出來的 就說是一隻The Most Feature Rich的Mouse 就看看這次Glorious有什麼新的東西放在裡面 相信都應該有些朋友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搶先在今天跟大家做一個開箱 如果之後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可能會有自己的一條片 或者其實我有些想法 想將幾隻多有趣的Mouse 一起去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過今天我們就獨立看一看這隻Glorious Model I 你看到這次Glorious其實包裝上都有不同度 之前是一個長方形盒子 放了一隻Mouse 這次就變成一個比較長身 扁身一些的盒子 其實之前的Mouse就是O、D、I 其實之前聽說已經是Leak了下一隻應該會叫N 這隻就是它們第三隻了 而這隻是有線的版本來的 如果你想要無線的版本 以往Glorious的做法 之前就有Model O、Model O- 接著就開始出一些Wireless的版本 我相信這次都應該會跟著這個Pattern 所以我先特別想跟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是一個很少在輕身滑鼠上看到的形狀 說到輕身就是這次這隻是69g的 之前有線的Model O是60g的 但它相對應該是大隻一些 在旁邊就看到它依然是用了Gskate的滑鼠腳 有之前的很好的Ascender Cord 即是Para Cord Cable 這次這隻就說到明 就是用一些中尺寸到大尺寸的手 我不記得之前有沒有寫 還有另一個就是比較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這次會有一些磁力的側鍵 我也挺期待想看一下 還有應該都是會有RGB的 那我們就開箱看一下 拿起來其實就是這樣 跟著這隻Mouse就在裡面 一來已經看到這隻Mouse是完全不同的形狀 那我這隻都是黑色 通常它都有黑色白色版的 拿著Mouse出來之後 看看下面還有些什麼 這裡還有四個側鍵 應該就是給你替換去用的 都是一些禮行的東西 還有貼紙 Scan this QR Code on how to properly install and remove your magnetic side buttons 因為我其實手上沒有任何資料 所以我想我也要先掃一掃 不知道它的網絡是上到沒有的 還沒有 Scan的QR Code是去它的YouTube頻道的 那我們就自己探索一下 看到一來就知道 這次是一個非對稱的形狀 很明顯就是人體工學一些的形狀 看到旁邊有一個Wing的 剛好呢 我手上這隻就是Razer的Basilix HyperX 其實簡直是一模一樣的 看到嗎 這個尺寸 同樣這個尺寸也有點像Logitech的G502 也是一個長一點的人體工學尺寸 長度也接近一樣 高度也很接近 闊度呢 Glorious這隻就窄一點 這個長度就是128mm 最高點就是42mm 滾輪這裏就是32mm 連上直翼這裏最闊的位置就是74mm 然後這裏是58mm 然後60mm闊 如果你用了一些大隻少少的人體工學mouse 例如Gym02那樣 你應該一上手就習慣用 這隻Model Eye 還有呢 還有一樣就是Glorious應該 我猜他們真的不會改的了 就是呢 他們都依然是用這個Honeycomb 用一個洞洞mouse的方式 那其實洞洞的範圍是少了的 之前是可能旁邊也會有 但是現在呢 就只剩下這一塊有的 還有底部也是有Honeycomb的 都是用來減輕重量 我希望將來他們會考慮一下 不再用這個洞洞的設計 雖然是很Signature的Glorious 但是其實現在呢 也真的有很多沒有洞洞的輕身Mouse選擇 如果你很介意洞洞的話呢 Glorious依然都不是你的選擇 但是我自己就用了很多隻不同的洞洞Mouse 那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所以我就不會說很介意 那些電線呢 都是Paracord cable 很柔軟的 然後看一下底部 看到呢 都是G Skate的滑鼠腳 但是那個面積呢 就不算說很大 Model D Wireless 所以它是加了一塊大塊的PTFE數據 給你自己去加進去 但是這次就 包裝裡面沒有了 就似乎只有這六塊而已 在底部就看到有DPI的指示燈 然後這次也是用回Glorious的BAMF的感應器 就由400到19,000 DPI 那這個也是Glorious和Pixart一起合作做的一個感應器 那首先呢 我們還沒看這些按鈕之前呢 大家能否留意到那個滾輪好像側在一邊 那我不知道是我這隻Sample 還是其他都是這樣 我覺得都很難沒事 那我想你買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或者Glorious要留意一下這些位置 然後呢 除了它是一隻人體工學的形狀之外 它這次的賣點就是 剛才說過有很多特別的按鈕 還有一些磁力的按鈕 那其實有一點是一個Return 因為以前呢 會看到那些有九個按鈕在旁邊的按鈕 玩MOBA 又或者玩一些大型線上遊戲 很多道具那些 那就會Map 所有的按鈕在旁邊 那近年都比較少見 特別是一些輕身的按鈕上面 更加少見 那除了左右鼠鍵之外 還有上下兩個按鈕 那這些全部都可以在軟件裡面去Remap 旁邊另外呢 就有四個按鈕 那一二三四 以前呢就只有兩個這樣 左右鼠鍵都沒有一些Grid聲 那我橫 滾輪呢 滾輪其實聲就正常是歪了 按下去都沒有問題的 按下去的聲音呢 感覺上都像是Model D Wireless 用那隻KL的軸 都清脆但就不會很響亮 那種很響響的聲音 那種 如果你有按過G4X Superlight 就明白我說什麼了 還有兩邊鼠鍵都不會兩邊移動的 在上面看的話呢 就是這樣斜下去的 都是一個人體工學設計的 他說是For Medium to Large 那我的手 在男生手來說 其實是偏小的 都適合用的 只是我不太用得慣 就是一個Palm Grip 的方法呢 我就會用得很舒服 但如果我的Grip 就太大了 這隻Mose 我只要凌空 凌空這樣去用 那暫時我覺得 如果Palm Grip 是舒服的 因為就是一隻人體工學Mose 還有真的沒有輕的人體工學Mose 這個都幾重要的 因為我想Glorious 就是看到這個市場 就是看到這個 缺乏一隻輕身的人體工學Mose 這隻是舒服得來 包了整隻手得來 它真的是輕身的 比起這隻Basilix 它雖然是舒服 但是 因為我用慣輕身Mose 一拿上手 真的很明顯感覺到 是重一點的 其實它也不太重 它只有8-90g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我們先研究 那些Magnetic磁力的按鈕 看看究竟是怎樣拆出來的 OK 它是磁力 但是也挺實的 它也有些小腳插進去 確保 就算磁力也好 也不會那麼容易掉出來 它另外也跟著一個 凸出來的按鈕 給你去換的 這樣它就直接拆進去 這個還凸一些 它有不同的profile 就是 這個就是最平的版本 這樣就貼了進去 哦 原來它跟著另外兩款 就是平下去 換了兩個的時候 就完全按不了 這兩個按鈕 那這些就給一些 真的不需要用到那麼多按鈕的用家 硬件上禁止了它 那就只剩下這兩個按鈕去用 這樣我不想按鈕 又想有機會可以用得著呢 那就可以選擇這樣了 那就換了 旁邊的兩顆按鈕 那只有這兩顆是可以換的 這兩顆就沒得換的 那除了打機之外呢 剪片用都應該挺有用的 因為我可以做一些short cut 在這裡 例如我經常都要剪的 就這樣repo delete repo delete 我就可以按這個按鈕 這樣就會方便很多 又不會太多 我經常覺得九個按鈕 我真的要記了九個 當然有很多人做到 我未必就真的用得著九個按鈕 那麼多 那可能四個按鈕是一個sweet spot 那最後呢 我們先插進電腦 看看什麼樣子 那主要呢 都是這裡旁邊兩條燈帶 還有上面這個滾輪有RGB 那已經認到有Model I在這裡 已經過了幾年了 我自己希望Glorious 可以在軟件裡面 Lighting這一部分 可以加上不同的鬆的控制 但至少呢 因為你用有線Mouse 就不需要擔心任何電量的問題 那在Keybinding這裡 你見到原先這裡 就兩個DPI鍵上下 然後DPI Lock Home Forward Back 那這些鍵你全部都可以自己做一個巨集鍵 又或者選擇預設了的功能 那例如呢 我不要DPI Lock的話 我就可以 例如你經常Copy 那你可以選擇C 選擇Modifier 那就是Ctrl-C 然後你按Save 那這個鍵就永遠都是Copy 那你可以reset to default 那在Performance這裡 就有得Set DPI Lift Off Distance 就是1mm到2mm 那Debounce Time 你就可以由0到16ms 那按你自己需要去Set 那Preset就是400 800 1600 3200 那就試了幾場CS GO和Halo 這隻Model I用Glorious BAMF Sensor 那所以當然 那個Tracking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我主要打機都是用800DPI的 那雖然剛才我有少少投訴過 它那個鼠腳的面積不是很大 但是在我這塊X-ray Pad Aqua Control Plus上面 都是非常之Smooth 那只要你不是打機的時候 會很大力的按下Mouse Pad 其實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都相當之順的 不過這隻Model I的大小 對我來說 就真的有點太大隻了 那我真的要花一點時間 才能習慣到這隻Mouse 但是因為它是Ergo Mouse 所以Palm Grip其實都配得手很貼服的 只不過你看到我手指比較短 都不會用得整隻Mouse 但是按鍵那些都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我覺得那幾個側鍵 特別是下面那個按鍵都挺有用的 不單是玩那些信長 Age of Vampire 那些遊戲才有用的 在Halo裡面 我都把下面那個按鍵 轉了做一個近攻的按鍵 而另外那個我就轉了做Granade 都相當之快適應到 而且是很容易按到 因為如果Palm Grip的話 你手指弓可能本身都不會用得那麼多 那就可以用來按鍵 就挺方便的 在距離 Gave The Me 請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loria's Model I 都是根据Gloria's自己的设计語言 再一種新的形狀 如果你很想要一種輕身的人體工學Mouse 而上一隻Model D 可能覺得太小 或者你需要多一些按鈕在這隻Mouse上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這隻了 因為真的跟你說試過輕的Mouse 是可以說回不了頭的 這次開箱來看 我覺得整體都Solid的這隻Mouse 唯一要留意就是我這個滾輪是歪了一點 那我都跟Gloria's那邊溝通它是甚麼問題 還有旁邊兩個按鈕可以換不同的profile 或者完全不用它 即是有個選擇給你 那我相信這隻有線版本 大概都是500元左右 那實際價錢呢 還有購買連結我都放在影片資訊下面 那這條影片是沒有贊助的 純粹就是讓我開一開這隻Mouse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如果之後有特別的想法 可能在一個特別的獨立片去講 又或者在一些Mouse的介紹片裏面 再跟大家詳細去講一下 這隻Gloria's Model Eye 那就是這樣 那如果喜歡 又或者覺得有用 就給個like 或者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還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nstagram 和我Mivy專頁的 看手播那些都記得給個like 那我們就下一條影片再見 星期日也會有影片的 好啦 拜拜啦 拜拜